去年爆回的偶像练习生带起了一波选秀热潮 但提起选秀节目的鼻祖 一定非快男快女莫属 近日有网友爆料 曾获得2011年快女寄军的刘欣 将会参加创造营第三季 这期刘欣是在张眼的介绍下参加节目的 时隔8年 刘欣再次回到选秀舞台重新出道 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的勇气 但有网友吐槽 35岁的刘欣已经不能算是回锅肉 而是冰箱里不知道冻了多少年的肉了 在一群刚成年的爱斗中格格不入 这几年选秀选手重新出道 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 蔡徐坤在《偶像练习生》之前 也参加过新动亚洲 快男张忍马雪阳则扎对到了创造营利 虽然两人都是中途就被淘汰 但节目带来的曝光 还是让他们小小的翻红了一把 作为曾经的快女寄军 刘欣的实力还是很优秀的 期待她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